第991章 身份 青涩法育之中 法育某处 西京副手而立 周元站在他的身后 五大顶尖势力对天渊玉宣战了 当周元听到西京此话的时候 也是忍不住的面震动之色 他很清楚这代表着什么 这代表着一场规模惊人的战争将会拉开 这种规模的战争是他以往从未见过的 虽说在苍玄天中 圣宫那圣元公主也是发动了苍玄圣命之争 波及了其他几大圣宗 但真要论起规模 如果不算圣元公主那半圣的实力 恐怕圣宫还比不上天渊玉 而那三山盟 赤云剑派 龙骨公等顶尖势力联合起来 整体实力其实也不会比天渊玉弱 正因为如此 这场战争必定会极为的惨烈 整个混元天都将会为之失色 西京的脸色布满着寒霜 道 这一切应该都是万祖狱在暗中推动 那位万祖大尊为此准备了很久 三山盟 赤云剑派这些顶尖势力的崛起时间 都是在师父失踪之后 所以 这一天早就在那万祖大尊的计划之中 再加上如今你取得了九玉大会第一 如果真让的祖龙灯落在天渊玉手中 必然会领得天渊玉拥有着一道恐怖手段 这恐怕不是万祖大尊想要见到的事情 所以一切的谋划都开始展露出来 周元的面色也是有些阴沉 咬着牙道 这老狗 他费尽心机 努力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好不容易才夺得九玉大会第一 眼见祖龙灯就要到手 却偏偏被万祖大尊硬生生地阻挠了下来 如何能不让的人心中恼目 西京安抚道 也不必沮丧 万祖愈爱于规则 无法亲自出手 只能倾尽全力地扶持出三山盟 赤云剑派这些顶尖势力 如今万祖大尊将这些牌都给掀了开来 只要我天渊玉抵御下来 他最终还是得将祖龙灯交出来 周元深吸一口气 低沉地道 这万祖大尊 恐怕最终是想要将天渊玉逼到绝路 然后逼得师父现身混元天 西京轻轻点头 道 一旦师父提前现身 恐怕就要落入万祖大尊的算计之中 他们这种层次 只要落了点破绽 就有可能带来无穷后患 所以 绝不能让他们得逞 西京看向周元 道 我已传信给其他几位元老 带着我们回到天渊洞天后 就会启动战争信号 这场大战 我天渊玉只能胜 周元点点头 他微微沉吟了一下 将在那陨落之渊中 武神大尊与他的交换说了出来 果然是武神大尊当时在干扰你 不过此事也算是好事 如今 我们天渊玉的情况不妙 实在是不能得罪俗来中立的武神玉了 西京有些歉意地看了周元一眼 他这个二师姐 也没有能力帮周元讨回公道 周元则是洒然一笑 表示理解 而且 此次他也并非是完全没有收获 最起码 他还是从武瑶那里 夺回来了一道圣龙之气 接下来 只要他找个时间将其融合 想必他的祖龙金 能够更进一步 虽然不至于 将元气提升到九品的乾坤圣龙气 但从七品进入八品 应该还是能够做到的 那样一来 他的实力也会维持暴涨 当然更重要的是 他还能够借此突破 真正地踏入天阳境 此次九一大会之后 灵机大量涌现 所以 混元天内的这些神府境巅峰 必然会大量地开始突破 那些各域顶尖天骄 更是会冲击高品质的天阳 如果周元不趁此 也是开始突破 那么他就会再度被人抛在身后 毕竟即便他突破了神府境极限 但也依旧不可能真的跟天阳境相比 所以 他也必须开始突破了 另外还有件事 既然你说万祖大尊 武神大尊这些人 都已经察觉到了你的身份 那么 你继续隐瞒身份 也就没有太大的必要了 此次元老会议 我打算公布你的身份 因为按照当年师父的规则 他的弟子 皆是能够成为天冤狱的元老 西经再度说道 而且 至此大战来临 你的身份公布 也能够安抚人心 让得天冤狱的人都知道 师父并非是陨落 只是未曾归来而已 周元闻言一愣 忍不住地挠了挠头 天冤狱元老之位 可谓是最高的权力执掌者 论起地位 比起他现在这总阁主 不知道高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若是成为元老 就算是那些元英长老 都得对他行礼 不过 最终周元还是沉印着道 公布身份激励人心可以 但元老之位 暂时还是不必了 这个位置太高了 也太引人注目了 而现在的他 就算突破了 也只是天阳境 一个天阳境的元老 这会让得天阳狱 多少强者感觉异样 到时候 就算他们嘴上 因为碍于苍渊的威望 不敢说什么 但难保心中 不会有所芥蒂 这一切 如果是苍渊做震天阳狱 其实不算什么问题 但现在的天阳狱 即将面临一场激烈战争 所以 人心必须稳定 周元可不愿意 因为满足一点 所谓的权力想法 反而坏了天阳狱的大事 再说了 只要公布了 他这苍渊清传弟子的身份 就算他不去当那元老 恐怕天阳狱内 也不敢有人 对他指手画脚 锡经见到周元婉拒 也是愣了愣 旋即他明白过来 忍不住地多看了后者一眼 伸出修长手掌 轻轻揉了揉周元的脑袋 道 还是你考虑周道 倒是世界有些鲁莽了 他眼中对周元的欣赏之意 变得更浓了 天阳狱元老的位置代表着什么 他再清楚不过 但周元偏偏能够抵御住这种诱惑 由此可见其心性 难怪会被师父看中 此次回到天阳洞天后 你就准备闭关冲刺天阳镜吧 锡经微笑道 至于这场战争 你不用担心 我天阳狱即便这些年颓势 但也不是什么 跳梁小丑都能挑衅的 周元轻轻点头 他知道 事情当然不会真是 锡经所说的这么简单与轻松 只是这种规模的战争 也不是他一个神辅境 能够影响什么的 眼下 他当务之急 还是突破到天阳镜 天阳镜 就算是放在混元天内 那都算是真正的顶尖精锐 而这在苍玄宗的话 甚至已经算是长老了 此次的五大顶尖势力 对天阳狱宣战 法御强者是最顶尖的力量 双方短时间内 怕是不会轻易地交手 所以 元英镜就是次顶尖的力量 但是 真正的主力碰撞 却是在天阳镜这的层次 双方阵营的天阳镜 必然会爆发出极为激烈的战斗 而为了能够尽快地结束这场战争 将祖龙灯名正言顺地取回来 第九百九十二章 第三位清传 西京以法御穿梭空间而回 直接是以最快的速度赶回了天阳洞天 再回到天阳洞天的第一时间 西京就将法御内的四格成员 尽数地放了出去 他身居高空 望着庞大辽阔的洞天 其中有无数身影来回穿梭 一副繁华强盛的景象 天阳洞天 从此时起 封闭所有传送点 所有神府镜 天阳镜 元英镜 即刻起退出所有闭关 等待命令 西京那冷冽的声音 直接是回荡于天地间 哄 于是整个天阳洞天 掀起了滔天哗然声 无数道惊异的目光 投向虚空上的西京 显然不知道 后者突然间如此大动作 究竟是意欲何为 不过西京却暂时没有过多的解释 当他的命令发布后 自然有着诸位长老开始 去执行 刹那间 整个天阳洞天 都是有些兵荒马乱起来 在将备战的命令 第一时间颁布后 西京身影一闪 出现在了一座大殿之中 大殿内有一方圆桌 而此时 四道身影坐于旗旁 正是天阳狱另外四大元老 天灵宗的玄坤宗主 率先看向西京 沉声道 究竟怎么回事 为何五大顶尖势力 会突然对我们天阳狱宣战 他们已是在片刻前 接到了西京的传信 牧族的牧尼元老 白族的族长白叶 玄金族的族长鞭娼 也是神色凝重的看来 西京淡淡地道 周园打败了赵母神 夺得了九玉大会魁首 此言一出 玄坤宗主四人都是遗政 忍不住地道 周园夺得了魁首 他们感觉到有点不可思议 虽然他们也知晓 周园的天赋极高 但怎么都没想到过 他竟然能够打败赵母神 西京道 不过你们应该也清楚 这只是一点诱因而已 真正的原因 是万祖狱那位大尊的旨意 也只有他 才能够驱使得了五大顶尖势力 冒着巨大的风险 来得罪天渊狱 玄坤宗主 慕尼元老四人 面色也是微微一沉 那位万祖大尊 对他们天渊狱的不待见 他们自然是早就知晓 天渊狱这些年不断地颓弱 其中最大的原因 便是那位大尊 真是欺人太善 慕尼元老这般好脾气 都是忍不住地冷声道 玄坤宗主紧皱着眉头 缓缓地道 不过 西京元老你也太气盛了 我们天渊狱 没有大尊坐镇 凡是能忍责忍 何必要一口将这场战争给接下来 他略微有点不满 觉得西京还是太年轻气盛 如果换作他在的话 未必会给那赵仙损发难的借口 慕尼淡淡地道 玄坤宗主 以往面对着万祖狱的一些暗中手段 比如扶持三山盟崛起这些事 你最终都选择西式宁人 但最终呢 三山盟有丝毫的感恩戴德吗 如今等到他们壮大起来 第一口就毫不犹豫地咬向了我们 这些年万祖大尊一直在谋划 你以为当缩头乌龟一样地隐忍下去 他那准备好的刀 就不会落下来了 玄坤宗主面色变换了一下 最终沉默下来 此事也怪不得玄坤宗主 说到底 还是我天渊玉缺少大尊坐镇 白族的白叶族长孝和和的道 玄金族的边昌族长 语气淡漠的道 不过慕尼元老也说得对 此事不是我们躲避就能够躲得了的 既然那五大顶尖势力 想要当别人手中的刀 那我天渊玉自然也不能怕了 不然的话 那当真是会成为混元天的笑话 玄坤宗主最终也是点点头 陈生道 既然对方已经宣战 我天渊玉当然不能示弱 此战 他们想战 我们天渊玉便战到底 虽说几位元老间 平日里会有争执分歧 但他们都明白 面对着这种外来的战争 他们是一戎俱戎 一损俱损 西京面无表情地点点头 道 这场战争如何打 接下来会交由长老院商讨 为发出征召命令 凡是我天渊玉内的神府境 天阳境 原因境皆是已经备战 言语之间 有战火气息生腾 一遇的神府境 天阳境 原因境被调动 可想而知 那是何等的规模 不过这一次 玄坤宗主等人都没有再反对 因为他们明白 五大顶尖势力 联合对天渊玉宣战 这不是什么小打小闹 接下来 必然会有一场血雨腥风掀起来 双方阵营 不知道会有多少人隐命于此 这就是战争 无比的残酷 西京目光环视一圈 道 另外还有一件事 他手一扬 身后有法御荡漾开来 然后玄坤宗主他们 便是见到一道修长年轻的身影 从中走了出来 正是周园 周园 玄坤宗主眉头皱了皱 面色淡漠地盯着来人 对于周园 玄坤宗主 显然还是有些成见 毕竟周园的出现 打破了他曾经的谋划 同时也是让得天灵宗 这一带的神府境 尽数被其压制 西京元老 这里是元老会议 连各大长老都没资格进入 你将他带来做什么 还有没有规矩了 玄坤宗主面带威严 声音低沉地道 白叶族长也是诞生道 虽说周园 夺得了九玉大会 魁首有功 但自有论功行赏的时候 西京元老将他带到此处 的确不合规矩 边长族长没有说话 面色淡漠 他只是看了周园一眼 便是收回了目光 毕竟双方的身份差距太大 西京语气平淡 道 在这里 我想告诉大家 周园的真正身份 他一字一顿 周园有资格来到这里 因为他是师父所说的 第三位清传弟子 大殿内流动的空气 似乎是在这一瞬间凝制了下来 玄坤宗主那有些沟楼的身躯 都是在此时猛地挺直 他的面色变幻地看了看周园 道 苍原大尊所说的 第三位清传弟子 西京元老 你在跟我们开玩笑吗 白叶族长 边长族长 也是眼神闪烁 带着一些震惊地盯着周园 哪还有先前的淡漠姿态 西京看了周园一眼 后者微微点头 眉心间有着神魂之光闪烁 下一瞬间 他的身后 隐隐间似是有着一道 混沌神魔缓缓地转动 带来了古老苍茫的声音 望着那混沌神魔 玄坤宗主三人 瞳孔皆是微微一缩 混沌神魔观想法 玄坤宗主有些艰难地出生 他们自然是认识这道 由苍原大尊创造而出的顶尖断魂术 这个世间 唯有苍原大尊的清传弟子 方才能够修行 周园手掌一握 斑驳黑笔闪现而出 其上古老原文缓缓缓闪烁 天元笔 白叶族长 边参族长眉头皆是跳了跳 这可真是假不了的 因为没有人能够从苍原的手中 强行得到混沌神魔观想法 以及天元笔 玄坤宗主三人对视一眼 神情皆是有些复杂 特别是玄坤宗主 面色格外的精彩 谁能想到 这个屡屡破坏他的谋划 让得他大声干火的年轻人 竟然会是 苍原大尊所说的清传弟子 如此一来的话 按照苍原大尊所定立下的规矩 眼前这个神府近巅峰的周园 竟然也是能够与他们平起平坐 成为天元狱的第六位元老 一想到那一幕 绕世以玄坤宗主的定力 一时间都是感觉到有点窒息 这简直 无法直视 第993章 征召令 大殿内的气氛有些凝滞 这一刻 就连玄坤宗主 白叶 边参三人都是有种无法言语的感觉 他们望着周园 那年轻的面孔 嘴角忍不住的微微抽搐 他们可从未想过 有一天 他们竟然会跟一个神府近的小辈 平起平坐 所以他们 现在应该用什么样的姿态 来面对周园 同辈 但他们怎么能够无视掉 周园那神府近的实力 以往的玄坤宗主 还能够对周园随意地呵斥 可如今呢 所以面对着这种情况 就连这三位法育强者 都是感到极为别扭起来 同时忍不住的 有些富匪苍渊大尊 当年所定下的规则 这实在是有些儿戏啊 在三位元老陷入纠结的沉默时 周园微微一笑 道 三位元老 虽说师父当年定下过规则 但我并不需要元老的身份 所以也不用对外宣布 天渊玉出现了第六位元老 听到周园此话 玄坤宗主三人 有些僵硬的脸庞 顿时缓和了一些 显然是松了一口气 我们之所以会在此时 将此事宣布出来 只是因为 天渊玉接下来将会面临 一场巨大的战争 而我的出现 将会告诉很多人 藏元大尊并没有陨落 他依旧活得好好的 只是暂时不方便 出现在浑渊天而已 周园凝视着三人 缓缓地道 如此一来 一些有异心的人 应该会受到震慑 不敢在这期间乱来 玄坤宗主三人对视一眼 也是轻轻点头 白夜组长韩笑道 周园 小友说得在里 这个消息若是放出去 能够彻底地稳定 驻天渊玉的人心 显然 他对于周园的称呼 也是有些纠结 毕竟 如果是以前的周园 就算他是四格总阁主 但其身份 还是不可能入得了白夜的眼 但现在 周园有了苍渊清传弟子的身份 那就不一样了 严格来说 他们的身份几乎是相等的 如果周园 执意要取得第六位元老的地位 他们甚至是 没有多少理由来阻拦的 玄坤宗主干咳了一声 有些尖色地道 原来你是大尊的清传弟子 难怪这般优秀 如此来看 我天灵宗的那些天骄 被你屡屡压制 倒的确是不丢人了 他的语气有点僵硬 但他态度比起以前 无疑是好了太多 显然他也是想要找个台阶下 毕竟就算是法御强者 也得接受残酷的现实 边昌组长同样渐渐地 接受了这个事实 然后问道 周园小友 不知大尊究竟何时能够归来 此话一出 几乎所有人都是看向周园 这才是最重要的 只要苍渊大尊能够归来 天渊玉一切的问题 都将会迎刃而解 周园沉吟道 师父暂时无法归来 此间之事涉及极大 想必是那些大尊间的博弈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 师父并没有出事 玄坤宗主等人都是点点头 虽然有些遗憾 但只要得到大尊无事的消息 就是最为关键 边昌组长如金石般的双瞳 有着悬光涌动 引得虚空动荡 他道 能够在此时得到大尊的消息 那真是再好不过 西京元老 此次的战争 我天渊玉自当亲历一战 那五条万族鱼的狗 竟然敢乱咬 那也就该让他们尝试下 什么叫做伤筋动骨 言语之间 有蓬勃杀意沸腾 玄坤宗主淡淡地道 说起来 这混元天 也很久没有法御强者陨落了 言语尖略显霸气 竟是有些是 五大顶尖势力中的 法御强者于无物般的感觉 不过身为老牌法御 而且还受过苍渊大尊指点的他 似乎也的确是有着这般资格 白叶组长也是微笑点头 慕尼组长优雅地道 说起来那红酒院当年受伤 还来求我治疗过 早知如此 当初就该给他留点手脚 周元瞧得这几位大佬如此表态 也是暗暗咧嘴 看得出来 身为九域的法御强者 他们似乎并不是特别看得上 那些顶尖势力中的法御强者 最起码若是单打独斗的话 恐怕在场这五位 不会忌惮五大顶尖势力的 任何法御强者 西京也是点点头 最后下了结论 这几日内 除了各州州主 各宗 各族的神府境 天阳境 元英境 皆必须齐聚天渊洞天 随时待命备战 而当西京回到天渊洞天不久 有关于五大顶尖势力 对天渊狱选战的消息 也是迅速地传遍了 天渊狱九百州 整个天渊狱 都是震动起来 谁都没想到 竟然会有人 发对九域之一的天渊狱 发动战争 这让得无数天渊狱的人 感到一种被冒犯的愤怒 毕竟身为天渊狱的人 他们也是有着九域的骄傲 如今五大顶尖势力的行为 无疑是群狼对狮虎的挑衅 不过也有不少人心怀担忧 这些人算是嗅觉比较敏锐的 他们能够感觉到 这场突然来到的战争之后 似乎是有些阴谋的味道 五大顶尖势力 只是万祖狱的打手而已 而万祖狱有万祖大尊 可天渊狱的苍渊大尊 却是失踪多年 生死未卜 这不得不让很多人心生担忧 为何五大顶尖势力 敢如此挑衅 难道 他们是确定 苍渊大尊无法归来了吗 于是 在这沸腾的天渊狱中 无数人愤怒于五大顶尖势力挑衅 叫嚣着以牙还牙的时候 那暗中 也是有着诸多惶惶不安的情绪在涌动 接下来的几日 天渊洞天的防备 瞬间是变得森严起来 各处传送阵暂时被封闭 与此同时 有着大量的天渊狱暗卫 在天渊洞天内流动 开始把除着一些五大顶尖势力 设置于此的探子 这些暗探 其实西京他们早有所察觉 只是以往和平时期 这些暗探没有威胁 也就任由他们存在 可如今战争将起 五大顶尖势力 直接列入了天渊狱敌对名单 于是对这些暗探 自然不用再留情 所以这几日内 天渊洞天的一些地方 时不时地会爆发出 狂暴的元气波动 但很快地 就会被镇压下去 这些暗探在 天渊狱的大本营中 显然是连逃跑的能力都没有 另外 这几日时间中 越来越多的神府境 天阳境 原英境强者 从四面八方赶往天渊洞天 这直接就导致 如今的天渊洞天内 几乎是人满为患 整个天地间 都是弥漫着战火的气息 天渊洞天 西北方向 一座浮空岛屿上 岛屿上 尾有一座巨大的广场 而如今这座广场上 人头黑压压地 从视线的这头 延伸到那一头 竟是有点看不见 镜头的架势 声势浩瀚地 让人头皮发麻 而且这些人 每一人都是周身 有强横元气涌动 全部实力 都是处于神府境 以及更强的层次 在西京的征兆下 势力等等 都是将符合条件的强者 给送来了天渊洞天 广场的西南角处 四格的人马 尽数汇聚于此 四格几乎全部 都是神府境的实力 而且还是年轻一辈 神府境中的精锐 所以汇聚在这里的时候 各个兵强马壮 倒是气势不弱 当然最重要的是 立于四格最前方的 那道修长身影 不仅吸引了全场 无数神府境境卿位的目光 甚至连一些天阳境强者 都是好奇地看来 自然便是周元 而他能够如此地瞩目 原因自然是因为他打败赵木神 夺得九玉大会第一 要知道 天渊玉自从创立以来 在九玉大会中最好的成绩 也只是第三 至于第一 更是从未获得过 而这个殊荣 天渊玉在最为强盛的时候 都没有得到过 可却偏偏在如今 最为弱势的时候拥有 这如何能不让人惊叹莫名 周元对于那无数道惊叹的目光 倒是犹如未闻 而其身旁的夜冰灵 依丘水等人 却是与有熔烟的模样 则则 这征兆的威力也太大了 好多当年的天骄人物 如今都现身了 在那一旁 木柳眺望着广场上的人山人海 忍不住地感叹道 如今这广场上 其中不少人 也曾经出自四格 而且还是四格中的风云人物 这些人在自四格离开后 就被任命于天渊玉各处 各有私职 平日里难得看见 可如今 却尽数被招来 木柳笑眯眯地转向周元 细写地道 不过再如何风云的人 都比不上你这创造了历史的总阁主 对不对 吕霄 一直躲在边上没插话的吕霄 见到木柳 还是将他扯了进来 只能面旁僵硬地抽动了一下 他没有搭理木柳 而是目光不断地看向四周 眼神显得有些紧张 你在干什么 韩渊忍不住地问了一声 他发现 今天吕霄的状态有点不对 一副担惊受怕的模样 而且不仅是他 连其他在四格的天灵宗弟子 也是一副缩头缩脑的样子 周元也是疑惑地看了他们一眼 见到周元的询问目光 吕霄面色有些难看的低声道 西京元老发布了征兆命 所有神府境 天阳境 元英境的强者 今日都得来 他咽了一口唾沫 道 也就是说 秦连师姐也会出现 当他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 周元能够见到 那些天灵宗的弟子 都是悄悄地打了一个哆嗦 似乎空气 都是在此刻降低了好几度 木柳与寒冤 面色也是变了变 吸了口冷气 以同情的目光看着吕霄 你赶紧申请闭关吧 吕霄文言 倒是有点心动 周元却是摇了摇头 伸出手指 对着不原处分裂开的人群 只见到那里 有着一拨人对着这边来 那领头者 是一名气势极其之盛 身材高挑的身影 他所过处 连一些天阳境强者 都是色变地纷纷退避 虽然不知道具体情况 不过恐怕晚了 第994章 秦连 吕霄听到周元的话 目光也是急忙转向那边 而当他在见到那一拨 对着这边来的人影 特别是那领头的高挑女子时 面色顿时白了一分 脚跟都是忍不住的有些哆嗦 他身旁其他的那些天灵宗弟子 更是全部低着头 宛如鸵鸟一般 周元望着这一幕 忍不住的有些惊奇 那名为秦连的女子 竟然威势这么强 直接是将这些天灵宗的弟子 吓成这样 那秦连是什么人 他对着一秋水问道 一秋水小手掩着红唇 道 这可是曾经风靡 整个天渊玉的风云人物 如今的他 高居天阳榜第六 当年他那一代的九玉大会 他率领着天渊玉 取得了第五的排名 算是这近百年间 除了你之外 成绩最好的一次 周元眼中划过一抹惊讶 他可是很清楚 九玉大会的难度 而天渊玉自从创立以来 就算是最为巅峰的时期 也不过只是名列三甲 这秦连能够取得第五 已经算是极为不易了 这位秦连师姐 是天灵宗的弟子 不 如今应该算是宗内 最为年轻的长老了 在天灵宗内 他就是让无数弟子 瑟瑟发抖的女魔头 因为他的职责 便是管束 教导所有弟子 而他管教的手段 比较粗暴蛮横 吕霄他们会这么怕 想必当初 也曾被他严格管教过 而虽说这些年 咱们天渊玉有些示弱 但在四格中 每一代最为出彩的人 大多数还是天灵宗的弟子 依秋水看了周元一眼 道 直到这一次出了你 周元了然 因为他的出现 这一代天灵宗的弟子 可谓是暗淡无光 被他彻彻底底地压制 这如果放在那秦莲的眼中 无疑会觉得 吕霄这些天灵宗弟子无能 难怪吕霄等人 听到他的名字 就会发抖 想必是曾经留下过 深刻的心理阴影 依秋水感叹道 外面都说 天渊玉最后一代的荣光 应该就要止步于 秦莲师姐那一代 因为自他之后 天渊玉每一代的年轻一辈 都是越来越弱 此次如果不是你 出现的话 天渊玉必然会在 九玉大会上垫底 甚至 我们有可能连一座石像 都抢不下来 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因为没有周元 就只能依靠吕霄 吕霄这实力 别说跟其他八玉 最顶尖的天骄抗衡 就算是次一级的 恐怕都没有绝对的把握 一旦结局是那样 那么天渊玉将会成为笑柄 而在两人低声说话间 那一波气势汹汹的人 终于是抵达了四个人马之前 周元也是第一时间 将目光投向那了 最前方的女子 她有着格外高挑的身材 双腿比致修长 她一身轻衣 干净利落 她的容颜也算是漂亮 特别是那一对剑眉 令得她的目光 仿佛剑光般的锋利 不敢直视 她的脑后 竖着一条竹节马尾 马尾极长 几乎是如蝎子尾巴般的 垂落在角落处 伴随着她走动时 轻轻摇摆 当她的脚步停下来的时候 四周的气氛 仿佛都是凝固了瞬息 秦连师 长老 吕霄等天灵宗的弟子 纷纷小心翼翼地道 秦连脸颊上没有什么表情 她看了吕霄等人一眼 声音如寒冬般冷冽 你们让我很失望 这么多年来 你们是天灵宗神附近 最差的一代 当初我送你们进四格时 就提醒过你们 如果不想被人踩下去 那就最好玩命地修炼 可惜 你们没一个人听进去 因为你们觉得 你们在四格称王称霸就足够了 此次如果不是特殊原因 你们会让我们天约欲 将脸丢尽 一旁的木柳 寒冤等人都是听得头皮发麻 因为这秦连说话真的是太狠了 半点颜面都不留 简直就差指着吕霄等人 骂一声废物了 吕霄等人面色仗红 但更多的还是羞愧 秦连师姐息怒 我想吕霄他们也是尽力了 毕竟你不能要求 所有人都如你那般优秀 一道笑声从秦连身后传来 那是一名白衣男子 男子模样倒是俊朗 微笑之间也自有一番气势 白衣男子的目光一转 却是投向了周元 道 这位想必就是周元总阁主了吧 此次九狱大会 我天约欲 还真是多亏了你力挽狂澜 不过周元总阁主 可是要赶紧突破到天阳境才是 不然此次战事 神附境可只能打砸 如果怕出意外 周元总阁主 倒是可以跟随我们 到时候 我们会保护好你的 此人笑意盈宁 言语间倒是略有深意 似乎也是想要告诉 其他的天灵宗弟子 这位总阁主虽然优秀 但也没必要有太大的压力 就如同这场 光乎天渊狱的战事 周元这神附境参与其中 说不得还要依靠 他们这些天阳境强者的保护 周元看了 这白衣男子一眼 一旁的依丘水低声道 他叫李清月 是上一代四格总阁主 如今是天阳境中期的实力 周元这才有点讶异 没想到这人 竟然会是上一代总阁主 看得出来 这李清月对他抱着一些 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 周元微微细想 想必是一种不爽与嫉妒吧 毕竟身为上一代总阁主 他所做出的成绩 跟周元这个总阁主比起来 却是天差地别 周元诞生道 今日之后 我就会闭关冲击天阳境 李清月一笑道 那就希望你成功吧 不过如果你真的突破成功的话 按照规矩 你就得失去总阁主的身份了 到时候 身为前辈 我可是能够直接征兆 你经对道 不是总阁主的话 那么周元也就没了 类比长老的特殊身份 他将会变成一个 正常的出入天阳境的 若是在作战的情况下 李清月还真是有资格命令周元 周元摇摇头 没有再理会 那李清月还想说什么 但感觉到 一道冷冽的目光注视而来 当即收了声 秦连走上前来 淡淡地道 不要说你这上一任的总阁主 天阳欲创立以来 这么多代总阁主 就没人能跟这一任比 所以 你没必要有极度的情绪 因为那还轮不到你 李清月耸耸间 有点善善 秦连来到了周元面前 高挑的身材 令得他足以平视周元 身后如歇尾般的竹尖马尾 轻轻摆动 他站在周元面前 隐隐有着一股极端惊人的元气 威压从其体内散发出来 那股元气 带着一种常人难以忍受的 质阳之气 引得虚空微微扭曲 仿佛在燃烧 周围的吕霄等人 无法忍受的连忙退后 唯有周元神色平静 磅礴的元气 在其身府内咆哮 抵御着那 来自面前这个轻衣女子的威压 威压持续了十数息 然后渐渐地收敛 周元淡笑道 秦连长老 也有什么指教吗 这群人 似乎是有点气势汹汹 不过周元也不觉得奇怪 毕竟这一带四格内 他几乎是将天灵宗的弟子 压制得毫无脾气 而秦连 李清月他们 身为天灵宗的弟子 难免会想要出头来压制一下他 秦连盯着周元的面旁 打亮了一番 最后点点头 你很不错 希望你早日突破到天阳境 以你的能耐 我很期待 你在天阳境中 也能掀起波澜 养我天渊玉之威 另外 我也带天灵宗对你说一声感谢 如果不是你的话 有吕霄率队的天渊玉队伍 将会在此次九谊大会 将天灵宗的颜面丢得一干二净 周元有点讶异地望着秦连 这位天灵宗让诸多弟子 瑟瑟发抖的女魔头 似乎倒也并没有想象中的 那般不明事理 第995章 云集 面对着原本来势汹汹 气势不凡的秦连 突然说出这么一番话 周元显然是有些惊奇的 原本他 可是以为秦连来此 是打算为了帮天灵宗的弟子 撑个场子 将他这总阁主的风头 给压下去呢 而在周元惊讶间 那秦连似是知晓 他心中的想法 如剑般的双眉轻条 道 放心 我还没那么狭隘 天渊玉这一代神斧镜 如果不是你力挽狂澜的话 此次将会被人 踩到难尼里面去 跟这种毁灭性的 声望打击相比 你压制了天灵宗 这一辈神斧镜又如何 那只是他们废物无能而已 说到此处 他那如剑般的眼眸 再度冷冷地看了 吕霄等人一眼 对于秦连这种 毫不留情面的话语 周元也是有点不好接话 只能一声甘笑 不过 秦连声音顿了顿 再度到 吕霄等人这么没用 可不代表我们天灵宗 就全都是这样 另外 天阳榜上 才是真正的藏龙卧虎 我倒是很期待 你闯入天阳榜后 看看你能否在这 深不见底的池中 掀起波澜 最后 如果你要参与到 这场战事中的话 尽可能地来我所掌控的区域 我会尽量照顾你 周元在这九玉大会中 彻底地打响了他的名头 这无疑也会为他招来许多的蟹鱼 寻常时候 这些蟹鱼倒还罢了 可如果是在战争中 难保那五大顶尖势力中的 天阳镜强者 不会找机会 将其斩杀 周元如今虽说是神府境第一人 但就算他突破到了天阳镜 那也只是天阳镜初期而已 正面对着一些老牌的 天阳镜后期 就算是未曾登陵天阳榜的 天阳镜后期 恐怕应对起来 也会有不小的危险 所以秦莲这话 倒的确是在为周元着想 而面对着秦莲释放的一些善意 周元也是笑了笑 倒 如果到时候遇见问题的话 一定会向秦莲长老求援的 秦莲盯着周元看了会 却是能够感受到 周元言语间的一些客套 他不由得暗自摇摇头 只当周元 还是心存着神府第一人的傲气 不想放下脸来 但他又岂能知道 这天阳镜的水 可比神府竟深多了 也罢 等这小子到时候吃些苦头 自然就明白 即便他天赋超绝 问鼎神府 可在出入天阳镜这段时间 还是得老老实实地盘着一段时间 待得什么时候 也是踏足天阳镜后期了 才有可能展现出 曾经的一些风采 所以秦莲也没有再说什么 他也是极为骄傲之人 之所以会对周元释放善意 只是因为 他在此次的九玉大会上 帮天渊玉争了脸面 而对方若是不怎么领情的话 他自然也就不会再多说 于是 秦莲微偏头 带着人走到了一旁 周元也是将目光收了回来 他望向 这巨大的浮空岛屿上 那无数道字 四面八方而来的身影 感受着那股弥漫天地的战火气息 嘴巴微微一鸣 从某种角度而言 这些人也算是在为了他的目的而战斗 因为只有打败那五大顶尖势力 那万祖狱 才会将祖龙灯给交出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 浮空岛屿上的气氛 越来越沸腾 而显然是不断地有着一些 名气极大的天阳镜强者出现 所以 时不时地会引起一些惊呼的声音 在那其中 无疑是秦莲最为的璀璨与夺目 那诸多投来的目光 皆是带着一些敬畏之色 甚至于连更前方的一些原音镜强者 偶尔都会投来欣赏的目光 在如今天冤狱的天阳镜中 秦莲显然是招牌 而除了秦莲外 周元还见到了一些气势不凡的身影 他的目光投向右前方 那里大量地汇聚着 来自白族的强者 而在那前方的位置 有一名白发男子 男子面容苍白 脸庞上时刻带着一丝 令人心悸的笑意 一股惊人的威压 若有若无地从其体内散发出来 那是白族的白羽 与秦莲属于同一辈 如今在天阳榜上排名第十五 实力极为强悍 在白羽不远处 有一名身材魁梧的壮汉双臂抱胸 男子双目如金石 有悬光涌动 这是玄金族的编布集 天阳榜十九 更远处 有一娇柔的女子 女子身躯如柳叶 格外的纤细 其神态温婉可人 那是墓族的墓幽兰 天阳榜二十三 除了这最为夺目第四人外 还有着不少其他的天阳镜 也是浑身散发着强大威压 其中一些 恐怕也是榜上有名者 而从这一点上 就足以看出 天阳玉在天阳镜中的底蕴 的确比神斧金要强许多 这倒也是正常 因为这些天阳镜 其中不少都是天阳玉 还未曾完全颓弱之前所出现的 而在那些天阳镜强者的威压下 这浮空岛屿上的 众多神斧镜则是 显得在瑟瑟发抖 显得弱小而不起眼 之前那李清悦 虽然话不好听 但却的确比较真实 面对着这种级别的战争 天阳镜才是双方的主力 而神斧镜 则是能从旁协助 打打下手 在周园心中感叹的时候 虚空上有元气波动出现 紧接着五道身影踏空而出 顿时整个天地 都是被笼罩于一种 无法形容的伟岸气息之中 在这种气息下 原本沸腾的浮空岛屿 瞬间变得寂静下来 别说天阳镜 就算是最前方的一些 元阴镜长老 都是面色肃然 对着虚空上那五道身影 攻身行礼 拜见五位元老 浮空岛屿上 无数道身影 纷纷攻身 拜见元老 那正是西京等五位元老 西京目光扫过浮空岛屿上 那无数身影 轻轻点头 道 想必你们也已知晓 三山盟 赤云剑派 龙骨公等五大顶尖势力 已经对天阳狱宣战 我天阳狱乃九狱之一 此等以下犯上之举 断然不能轻易饶过 此战 我天阳狱必将轻力而罚 让那五大顶尖势力 付出惨重代价 也让得从此以后 再无人敢小剧我天阳狱 浮空岛屿中 也是爆发出无数大吼之声 轻力而罚 轻力而罚 不过也有一些人面露忧色 他们倒不担心 那五大顶尖势力 但对其后面的万祖狱 却是格外的忌惮 以及惧怕 而这些人 大部分是一些原因进强者 因为唯有到了他们这种层次 才能够知晓 此次战争更深层的原因 西京眼目锐利 将这些尽数地看在眼中 然后他平静地道 除了战事之外 还有一件大事要告诉诸位 在那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 西京修长手 直指向了周元所在 道 想必诸位都知晓 此次九狱大会第一 乃是由我四个总阁主周元所夺 有着不少的视线 对着周元看来 发出嘀嘀的惊叹 但一些原因进强者 则是没有太大的波澜 因为这九狱大会第一 对这场战争毫无用处 毕竟在他们的眼中 那只是神府进小辈的一场游戏而已 西京的声音 从天降 回荡在每一个人的耳边 我想说的是 周元还有着另外一个身份 他是苍渊大尊所说的 第三位清传弟子 当此话落下 无疑是如同重磅炸弹 狠狠地落在这浮空岛屿上 让得无数人瞳孔猛然一锁 那些原因进强者 脸庞上也是有着难以置信 涌现出来 秦连也是惊恶转头 望着周元那面无波澜的神色 嘴唇微张 周元身旁 依秋水 夜冰灵 吕霄等人 同样是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他们听见了什么 周元 竟然是大尊的第三位清传弟子 第996章 战功 轰 浮空岛屿上 无数道目光难以置信地望着 位于后方的那一道年轻身影 即便是那些原因进强者 都是面容震撼 可见西京此话 究竟是在他们的心中 掀起了多大的波澜 整个天渊狱的人都知晓 藏元大尊 此生就只收过两个弟子 专主与西京 而这两位 如今已经是明镇混元天的顶尖强者 可现在 西京突然说 大尊还有第三位清传弟子 也就是这位不过神府 近巅峰的周元 无数人感觉到不可思议 有种不现实的感觉 而在那寂静的天地间 周元也没有多说 只是手掌一握 天元笔闪现而出 斑驳的笔身上 古老神秘的原文闪烁一光 在其身后 神魂之力散发 隐隐间有 混沌神魔虚影浮现 带来远古般的威压 天元笔 混沌神魔观想法 天元笔与神魔虚影一出 不出意料地再度引发震撼 那些原因进强者 也是深吸一口气 浑身颤抖 因为这两道东西 是做不了价的 吸睛淡淡的声音 在此时再度地响起 周元来自其他天狱 被师父所看中 这才命他来到天元狱 无数道炙热的目光 盯着周元的身影 这一次 那些眼神中的羡慕 极度之色 几乎是要溢出来 不过 那些原因进的强者 则是目光闪烁 因为他们听出了 西金言语间的深意 那就是 苍元大尊 依旧安然于世的消息 毕竟周元年龄不大 他如果被苍元大尊 说为清传弟子 那应该也就是 近些年的时间而已 他们悄悄地松了一口气 只要知晓苍元大尊无事后 他们就觉得 自身的腰杆 能够挺直起来 再不用时刻忌惮着万祖欲 这些原因进的强者 也是看了看周元 即便是以他们的心性 都是忍不住的有些现意 这小子 当真是天大的气韵 竟然能够被大尊看中 如果他真是大尊的清传弟子 那么这短短不到两年间 所闯出的这些惊人战绩 也就不足为怪了 他 他竟然是大尊第三位清传弟子 那李清岳此时面色清白交替 先前他还在说 周元突破到天阳境 就将会失去总阁主的身份 可如今来看 人家哪里在乎这个身份 按照天渊玉的规矩 大尊的清传弟子 将会直接获得元老之位 那足以跟他们天灵宗的 玄坤宗主平起平坐 而他之前还说将周元 调到他的麾下 任由他驱使 如今想来 真的是引人发笑 一旁的秦连 也是眼神有些复杂 大尊清传弟子啊 要知道 这是天渊玉 多少精彩绝艳的天骄梦寐以求 并且为之奋斗的目标 可如今 却是落在了周元的头上 真是 有点不服气啊 秦连喃喃自语 周元的确很出色 甚至还在九一大会 取得了魁首 或许在神府境的眼中 他已是无可匹敌 但在秦连等 众多天阳境的眼中 周元还是嫩了点 毕竟如今 他们这些天阳境 哪一个 不是当年神府境中 出类拔萃者 虽说他们没有取得过 九一大会第一这等战绩 周元的走到如今地步 在这魂渊天的天阳境中 都是有一席之地 这些成就 不见得就会比周元弱 而且 在神府境出彩 不一定到了天阳境 也能有相同的成就 周元未来究竟有多璀璨 还是有待观察 所以 当周元这身份公布出来后 就连秦连这等心胸 还算开阔的人 都有点不服气与不甘心 更何况其他一些天阳境强者 如那白羽 边不及等人 目光灼灼地盯着周元 眼中满是审视 想必若不是知晓 此时周元身份今非昔比 恐怕他们连开口 挑战的心思都有了 对于那无数震惊 审视的目光 周元倒是表现得很平静 因为对于这一幕 他早有预料 毕竟大尊第三位 清传弟子的身份 实在是太过的震撼人心 那些原因境强者还好说 而一些相对年轻的 天阳境强者 恐怕就显得有些 不那么淡定 你 你 一旁 吕霄 木柳 一秋水等人皆 是震撼地看着周元 半天都说不出话来 你怎么会是大尊第三位 清传弟子 一秋水有些艰难的道 他算是对于周元的底细 最为了解的人了 周元一来到混元天 第一个碰见的人就是他 他怎么都没想到 这个当初就回来的青年 竟然会有如此恐怖的身份 周元冲着他笑了笑 当时正是师父 将我送入天原狱的 只是遇见了空间风暴 这才受了伤 叶冰林娜娜道 怪不得你这么变态 原来是大尊条教出来的 说完 他赶紧捂着嘴 善善一笑 周围四哥的弟子 神敬畏地看着周元 看得出来 当周元的身份暴露后 他们感觉到了不小的压力 就连那些原本跟周元 还算亲近的风格成员 都是变得有些拘谨 毕竟 现在周元的身份 可不是什么总阁主了 而是堪比五位元老了 整个浮空岛屿上 接近持续了许久 终于是有着 瘟鸣的窃窃私欲声响起 不过 在经历了初始的震荡后 所有人还是将 苍玄大尊上在的消息 回味过来 一时间 气氛陡然变得沸腾 所有人的脸庞上 都是有着狂喜在生疼 那般模样 仿佛只要苍玄大尊上在 天渊玉便是永远存在着 一根定海神针一般 虚空上 西京目光扫了周元一眼 在将周元的身份点名后 对整个天渊玉的士气 都有着极大的提升 只是如此一来 也会给周元带来不小的压力 比如那些天阳境强者的审视 他们虽然碍于身份 不敢对周元有什么愉悦的举动 但难免会质疑 周元是否有着成为 第三位清传弟子的资格 不过西京也没有太多的担心 因为他相信周元 周元虽是大尊第三位清传弟子 有资格位列元老之位 但他主动否决了这一点 所以暂时来说 天渊玉元老 还是只有我们五位 西京的声音再度响彻起来 此话一出 倒是引起了一些哗然声 无数人有些惊议 显然谁都没想到 周元竟然主动选择放弃了这种权柄 而一些原因进强者 也是面露一色 玄机他们在看向周元时 眼中凭空的多了一些好感 毕竟他们也算是天渊玉中 仅次于五位元老的存在了 如果突然要让他们 对一位神辅精的小辈恭敬行礼 那实在是有点难以接受 在将周元的身份揭露后 浮空岛屿上的气氛 算是渐渐地达到了高潮 西京神色也是剑速 只见得他屈指一弹 天地元气凝聚而来 在那虚空上 形成了一幅巨大的地图 从我们得来的情报来看 如今三山盟 赤云剑派 龙骨公 是魂阁 秦雷山五大顶尖势力内的强者 已是清朝而出 地图上 有着五块版图亮起光芒 正是那五大顶尖势力 而从地理位置来看 这五大顶尖势力 刚好处于天渊玉四方 只是除了三山盟外 其余四大顶尖势力 并不与天渊玉接壤 当真是群狼为虎之事 望着这巨大的地图 无数人面色也是凝重起来 从这上面 他们才能够感觉到 那种风雨欲来的紧张之事 从今日开始 我天渊玉开启战弓榜 凡是击杀五大顶尖势力强者者 以敌强弱的战弓 而我天渊玉大开宝库之门 只要战弓足够 可以战弓换取诸多天元术 小圣术 六瓶以上元气功法 元兵元宝 高杰宝丹 天才地宝 甚至 战斗足够 就算是真正的圣元术 也可换取 当西京那清朗的声音 响彻起来的时候 整个天渊洞天 都是轰动沸腾起来 而每伴随着西京说出一误 无数人眼睛 便是通红一分 呼吸愈发的加重 特别是当最后 那圣元术说出时 连元英镜强者 都是露出了锤弦之色 战 战 无数歇斯底里的咆哮声 爆发出来 面对着如此战弓诱惑 天渊玉的战役 彻底被调动起来 此时在他们的眼中 那五大顶尖势力的来犯强者 恐怕已是与战弓 画上了等号 西京五位元老 见到如此战役 也是轻轻点头 浮空岛屿上 周元也是轻吐了一口气 今日之后 战争应该就会真正地爆发了 而他也要开始 闭关冲击天阳镜 因为他也明白 只有突破到了天阳镜 他才能够有资格 参与这场战争 为了祖龙灯 周元眼中略过一抹赤红 谁若是要阻扰他苏醒夭夭 就算是万祖玉这等庞然大物 他也不会有丝毫的畏惧 第997章 天龙气 天渊玉 与五大顶尖势力的这场战争 不出意料地爆发了 五大顶尖势力的强者大军 如蝗虫般的自四面八方涌来 直逼天渊玉疆域 而天渊玉对此 也是给予了最为直接的回应 无数强者汇聚于四方边境 于是战火直接点燃 边境战线处 无数的狂暴元气不断地爆发 厮杀的声音响彻不休 目光所及之处 皆是激战 血腥冲天 每一日 双方都是有着强者陨落 战争的绞肉鸡冷酷无情 而这场惊天战争 也是在混元天中 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这一刻 天渊玉边境处 成为了混元天 最为主目的焦点所在 所有势力 都对这场战争 投以高度地关注 这是多少年来 当九玉的地位确定后 第一次有顶尖势力 敢于对九玉发起挑战 所有人都明白 这场战争 关系到混元天的格局 如果天渊玉真的是战败 那么其威望将会彻底地崩坏 九玉之位 再难坐稳 到时候 天渊玉也将会成为 有史以来第一个被夺位的九玉 这无疑会让德天渊玉 沦为笑柄 所以这场战争 为了维护九玉地位的尊严 天渊玉必然是会全力以赴 而战争之惨烈 任谁都是能够猜测到 而当这场惊天战争 在天渊玉边境如火如荼地展开时 天渊洞天深处的 一座无人岛屿上 周园静静地盘坐于山顶 此地有狂风肆虐 可每当狂风进入周园周身障 许距离时 便是会悄悄地划于无形 他双目紧闭 呼吸若有若无 仿佛陷入深层次的休眠 这种状态 他已经持续了三天 呼 某一刻 周园的鼻息间 有着淡淡的气雾涌动 他的双目在此时缓缓地睁开 一股磅礴强悍的元气波动席卷开来 引起风雷之声 他的状态 经过三日的调整 以致巅峰 可以融合那一道圣龙之气了 周园难难道 他的眼中掠过一丝期盼之色 当初在灭了大五王朝的时候 这道圣龙之气 本就应该回到他的手中 但可惜却被舞妖截胡 一直到此次九谕大会 他才再度将其夺回来 啪 周园双手合拢 结出印法 吼 在其体内深处 有着一道嘹亮的蛟龙长吟之声响彻 震动环宇 只见得金色的气息喷勃 渲染了整片天际 一道虚幻的龙影出现在周园身后虚空 盘踞间自有一股神妙波动传出 周园抬头看了一眼 毫不犹豫地催动了祖龙精 他的体内爆发出一股玄妙犀利 而那虚幻龙影直接是被射住 然后呼啸而下 冲进了周园的体内 轰轰 周园的身躯内不断地发出轰鸣声 他的皮肤都是在此时被渲染成了金色 皮肤上甚至有着细腻的龙铃在涌现出来 他的身躯开始一圈圈地膨胀起来 短短十数息便是化为十丈左右 宛如巨人 而他的面色却并没有因为身躯的变化 有丝毫的波澜 他眼目紧闭 全力地运转祖龙精 融合着体内那一道肆虐 冲撞的圣龙之气 圣龙之气被舞妖夺走许久 其中略微地带上了一丝其自身的意志 所以才会出现这种肆虐的情况 不过周园并不担心 随着祖龙精的运转 那一道圣龙之气的抗拒越来越微弱 而且 他似乎也是开始察觉到周园才是圣龙之气的诞生处 最终彻底地放弃了抗拒 发出了欢乐的龙银声 化为无数玄妙精光 散落于周园体内 仿佛是有精灵响彻 神府之中 一亿元气星辰的光芒在汇聚 形成了一道巨大的青金色蛟龙光影 蛟龙盘踞 散发着无尽微压 而此时 有无数精光从天而降 落在了青金蛟龙庞大的身躯上 青金蛟龙沐浴在其中 爆发出嘹亮的长银声 它的身躯 也是在此时 开始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略带青色的蛟龙退去 渐渐地有着 如白金般的龙银声长出来 蛟龙的形态 开始对着真龙而变换 宛如白金锁住般的龙脚 自蛟龙头部缓缓地出现 那原本的蛟龙长银声 也是开始带上了真正的龙银 神府内 无数元气星辰 爆发出更为璀璨的光芒 仿佛是在欢呼雀跃 这是元气的品质在提升 不过 因为那降落下来的金色光点 渐渐地消失 显然是因为那一道圣龙之气的力量 已经被尽数地吸收 周元的心神 看向神府内那庞大的光影 曾经的正视天骄气 乃是位列奇品 其形如青金色骄龙 而如今 正视天骄气 明显是出现了净化 青色有所褪去 眼前这光影 宛如一头 如白金锁住的金龙 其上略有紫光闪现 星星点点并不明显 周元星面一动 白金龙引化为漫天光点消散 紧接着 只见得磅礴浩瀚的元气 浩浩荡荡地席卷而出 那元气的色泽 也是由青金之色 化为了白金色彩 带着一种森冷而霸道之感 浩强的元气 周元细细感受 心中有惊喜涌出 在它的感知中 这白金元气 比起之前的青金色元气 无疑是更为的强悍 净化成功了 周元喜悦 在融合了这一道圣龙之气后 这位列奇品的正视天骄气 也是提升了一级 如今应该算是八品元气了 只是可惜 距离那九品圣龙气 依旧还有着距离 而这之间距离 犹如天剑 毕竟九品元气 放眼着诸天之中 都绝对是最为顶尖之物 最起码据它所知 天渊玉中 就不存在着九品元气 以后 就叫你 天龙气吧 周元自语 好 体内有浩瀚元气翻腾 犹如是爆发出真正龙吟 那龙吟回荡在体内 直接是引得周元血肉震动 隐隐间肉身的力量 都是有所增强 周元紧闭的双目在此时睁开 只见得其双目宛如白金所住 由万丈光束射出 风锐无匹 竟直接是将前方的一座座山峰 瞬间洞穿而去 他双目微眯 白金光束 这才渐渐收敛 好霸道的元气 周元欢喜不已 这新进化的元气 未能显然比之前的正式天娇气 强悍得太多 如果之前与赵木神动手 他能够身怀这般品接元气 周元相信战局绝不会那般的胶着 此次元气进化 用了半个月时间吗 他算算时间 微微感叹一声 想必此时战争已经爆发了吧 他望着远处 片刻后收了回来 他的闭关还没有结束 因为在元气进化为八平的时候 周元已经感觉到自身的神府 开始不断地震动 那无数元气星辰 也是出现了融合的迹象 这是将要突破到天阳境的征兆 呼 周元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眼神炽热无比 他踏入神府境 也已经两年多时间了 如今 终于是要跨出这个境界了吗 周元双目渐渐地闭拢 他也很期待 这次的突破 他将会凝练出什么品界的天阳 第998章 各方突破 时间流逝 距离周元闭关 已是过去三个月 而这三个月中 混元天内大势不断 最大的是 自然莫过于天渊玉 与五大顶尖势力的这一场战争 混元天所有的势力 不论大小 每日都是在关注着这场战争的变动 而每一处的战争进展 都会瞬间成为混元天的焦点所在 引发无数热议 在战争初始的时候 五大顶尖势力强者倾巢而出 对着天渊玉边境倾斜而去 想要攻占边境的重城 以及一些大型的资源点 不过五大顶尖势力的这种攻击 却是遭受到了天渊玉亲近权力的迎头痛击 无数场大大小小的战斗 在天渊玉四方边境爆发 在这场战争的起初 天渊玉向世人证明了他们的底蕴 即便这些年不断地颓弱 可在他们的反扑下 五大顶尖势力的强者军队 依旧是碰得头破血流 不知多少强者陨落于战场之中 不过五大顶尖势力也是极为的顽强 面对着初始的溃败并不为意 转眼间就又酝酿了更强的攻势 疯狂地攻打着天渊玉的边境 而且 五大顶尖势力还对整个混元天 发布了征召令 意图征召各方强者合力围剿天渊玉 他们所抛出的诱饵 便是共分天渊玉九百周 九玉的地盘 乃是整个混元天最丰盛的地方 这里得天独厚 不仅天地元气胜于其他地方 而且还诞生着众多庞大的修炼资源 引得无数各方势力眼红 但碍于九玉之威 却是无人胆敢染指 而如今天渊玉衰败 陷入群狼环寺 面对着这种情况 难免会有一些势力历令致昏 试图加入其中 最后从天渊玉那庞大的尸体上 撕咬下一块肥美的肉 不过 这种势力终归还是少数 更多的势力依旧保持着中立 冷眼旁观 所以 似乎五大顶尖势力这一招 并没有太大的作用 但谁都没想到的是 五大顶尖势力的军队 却是开始一日强过一日 有心人经过探测 发现混元天中 似乎是不断地有着一些势力 在暗中地支援着五大顶尖势力 这些势力 严格地追溯起来 能够发现 他们大多数都是万祖域的附属势力 他们虽然实力不如五大顶尖势力 但却架不住数量多 而有了这种庞大的后备军 五大顶尖势力 对天渊玉的攻势 也是愈发的猛烈 在那四方边境处 几乎是处处燃血 血气冲天 这让得很多势力暗暗震惊 看来此次万祖域 是真的毫不留情面 他们虽然 没有自己抽刀子上 但却几乎是将所有 能够动用的人脉 势力 全部都给用上了 以往多年的谋划 如今图穷比线 这是不整垮天渊玉 事不罢休啊 各方势力心中暗叹 也对天渊玉的遭遇感到惋惜 面对着万祖域的这种强烈敌意 说不得此次 天渊玉真是要遭遇大劫难了 于是 随着万祖域的暗中的这些支援 战争的局势 也是渐渐地出现了转变 面对着仿佛源源不断的联军强者 天渊玉的反击 也终于是开始被抵御下来 然后双方 就陷入了绞肉鸡一般的僵持中 不断地有着强者陨落 令得战争更为的血腥与残酷 那股战争所带来的血腥气息 几乎是萦绕着整个渾元天 不过 在双方不断地将强者填入这场战争的时候 双方的法御强者却并没有出手 或者说 双方的法御强者都在时刻窥探 等待着最好的出手机会 因为法御强者不出手折移 一出手 必然是毁天灭地 西京 玄坤宗主等法御强者 虽说单独实力 都比对方的法御强者更胜一筹 但五大顶尖势力的法御强者 有数量优势 再加上万祖狱在暗中支持 所以在 没有找寻到最好出手机会前 西京 玄坤宗主他们 也只能暂时沉寂 这场战争 就看双方谁先露出破绽 当天冤狱与五大顶尖势力 联军的战争 如火如荼的时候 还有这些事情的出现 也引起了不少的注意力 那就是混元天这一辈的神府进天骄 都是开始陆陆续续地突破了 其中最引人主目的 无疑便是万祖狱的赵木神 武神狱的武瑶 紫霄狱的苏又威 以及邪海狱的王熙 他们四人 在不同的时间完成了突破 而且最让的人惊叹的是 这四人 全部都是凝炼出了流离天阳 这个结果一出 引发了无数惊叹声 流离天阳 那是最高品质的天阳 一旦凝炼 便可生出四亿元气星辰 天阳竟有三重 每一重皆可凝炼出一轮天阳 而且 这与神府近一般 越到后面 那凝炼一轮天阳 所带来的底蕴提升就越大 赵木神他们 在踏入天阳境初期 就拥有着四亿元气底蕴 从这一点上来看 他们甚至能够 以天阳境初期的实力 去挑战一些 凝炼普通天阳的 天阳境后期强者 毕竟普通天阳 一轮只是一亿的底蕴 就算是达到后期 也不过就四五亿左右 真要斗起来 不见得就斗得过 这些各域的顶尖天骄 当然 这只是跟最普通的天阳相比 如果是面对着 凝炼出血淫天阳的 老牌天阳境 他们或许就只能 挑战中期的层次 至于老牌的紫禁天阳 以及琉璃天阳 那就更是只能 先低调修炼一段时间再说了 赵木神此次的突破 算是将之前九余大会上的晦气 一扫而空 无数人赞叹不已 这赵木神 不愧是曾经力压神府 近一辈多年的人 即便是遭遇这种挫折 依旧未曾被打废 反而是支持后勇 他们这些人 尽数地突破到天阳境后 倒是开始有着不少的视线 转向了天阳狱 因为他们发现 这场战争中 周园似乎从一开始 就未曾出现过 根据一些小道消息 那周园也是在做着 突破天阳境的准备 这倒是引起无数人的兴趣 因为所有人都想知道 这打破了神府境极限的周园 一旦完成突破 究竟能够达到什么程度 甚至 如果他突破失败的话 那难免会成为一场笑话 这种结果其实并不奇怪 毕竟跟赵木神 武瑶 苏又威他们相比 周园踏入神府境后期前后 才不到几个月的时间 而前者几人 却是在此处酝酿了数年 所以 抱着期待与好奇的心态 不知不觉中 那身处天渊洞天深处修炼的周园 再度成为了混元天 各方关注的焦点 第999章 神秘物质 天渊洞天深处 一座浮空岛屿 一道身影静静地盘坐于山峰上 他的面容古井无波 宛如深不见底的幽坛 只是 在祈神府内 却是有着翻天地覆般的动静 神府内部 一亿元气星辰 已是汇聚成了一轮璀璨光团 磅礴强悍的元气波动 不断地席卷出来 在神府中带起嘶笑之声 将这一亿元气星辰 融为一道巨大的元气光团 足足消耗了周园两个月的时间 而这 还只是开始而已 周园新神注视着那成型的光团 心面一动 乾坤囊中 有一缕缕先天灵机涌出来 顺着其鼻息涌入 最后来到神府之内 秀秀 先天灵机不断地涌入 那元气光团中 而随着这些先天灵机的加入 元气光团开始出现巨大的变化 只见得 其中所蕴含的元气 似乎是变得愈发的纯粹 仿佛是被千锤百炼 而且 周园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一股质阳之气 在元气光团中诞生 那股气息一出现 整个神府内 仿佛温度都是陡然提高 但那种高温 并没有让神府有丝毫的不适 而且温度扩散出神府 直接是渗透进血肉 骨骼中 令得周园的肉身 都是开始发烫起来 犹如一座轰炉 一种难以言明的舒畅感 字体内蔓延 那是纯阳之气 天阳一旦凝炼而成 便可诞生出纯阳之气 此气神妙异常 可与自身元气完美相容 成功之后 可令得元气底蕴暴涨 雄魂悠长 远非神府尽可以想象 而跨入天阳境 元气底蕴将会暴涨的根本缘由 就是这神气的纯阳之气的存在 另外 微能也会大大的提升 可以说纯阳之气 就是天阳境最大的馈赠 纯阳之气的出现 也是令得周园微感惊喜 玄机他凝定心神 不断地将一缕缕 先天灵机投入神府 而这些先天灵机 仿佛是柴火 投入的越多 那元气光团内的纯阳之气 就越胜 到的后来 神府内的温度越来越高 那一轮元气光团 就宛如是烈日般 而在这种高温淬炼下 只见的原本没有具体规则的 元气光团 也是开始渐渐地缩小 形成了圆形 天阳的雏形出现了 周园依旧是在继续投入先天灵机 而那天阳雏形 随着那纯阳之气的淬炼 色则也是从最初的赤红天阳 渐渐地化为银色 继而又从银色 化为了紫金之色 而每伴随着色则的变化 那一轮天阳内所爆发出来的元气波动 也是越来越惊人 紫金色后 变化并没有就此终结 而是依旧在以一种缓慢 而坚定的速度 继续变化 不知过得多久 紫金之色中 有一缕琉璃之光闪现 琉璃之光迅速地扩散开来 短短数息 便是将那一轮天阳 渲染成了如琉璃般的晶莹剔透 无物无垢 琉璃天阳 由此而生 琉璃天阳吗 望着那诞生而出的琉璃天阳 周园却并不感到意外 因为若是 连他这种突破了神府极限的人 都无法宁恋出琉璃天阳的话 这世间又还有谁能够成功 而且 琉璃天阳就是极限了吗 周园的心神 凝视着神府内高悬的琉璃大日 这一刻 他冥冥中有着一种奇妙的感应 那是一种并不圆满的缺陷感 周园沉饮了许久 忽然一拍腰间乾坤囊 其中还剩余着一千道先天灵机 他直接是将这些灵机 全部地吸入神府 灌入那琉璃天阳内 一千道先天灵机 涌入琉璃天阳 也是令得那一轮天阳 似乎更为的明亮 但周园期待的某种变化 却并没有出现 周园有些失望 看来再多的先天灵机 都无法产生某种异变 不过想想也正常 如果真的这么容易的话 或许琉璃天阳 也就不会被称为最顶级了 可连先天灵机都是无法做到 那该如何 才能够令得琉璃天阳再进一步 周园想了想 将目光投向了神府内高悬的圣文光球 之前他能够突破神府极限 便是因为这圣文光球之功 也不知道 此次能否能够让这琉璃天阳 白齿干头更进一步 不过这一次 周园却是失望了 圣文光球纹丝不动 那般模样 也不知道是不想出手 还是也无能为力 难道是我想太多 周园有点不淡定了 难不成琉璃天阳 就真的已是极致了 他还想更进一步 只是他的一厢情愿 周园心中苦笑一声 不过就当他犹豫着 是否要退出修炼时 他忽然感觉到 身体中传来了一些异动 他猛地抬头 只见得神府虚空处 忽然有着什么东西 落了下来 那是一些呈现 紫金色彩的神秘物质 那紫金物质 神秘浩瀚 带着一种 无法想象的压迫感 如洪荒苍茫 这是什么 周园大惊 不过旋即 他心头就是微微一震 因为他在这些 神秘物质上面 察觉到了一种 有些熟悉的气息 是 妖妖 周园心中大震 这神秘物质 是来自于妖妖的 只是这神秘物质 是什么时候 被妖妖输入进他体内的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为何又会在此时 突然地出现 在周园境一间 那些神秘物质 却是直接落向了 琉璃天阳 最后尽数地融入进去 融合的瞬间 琉璃天阳猛地 爆发出一圈圈光波 光波扩散 引得整个神府 都是剧烈地汹涌起来 周园的心神 则是死死地 盯着琉璃天阳 他能够清晰地见到 本是清静无垢的 琉璃天阳时 此时竟是有着一些古老 仓皇的光纹蔓延开来 那些光纹缓慢蔓延 最终将整个琉璃天阳 都是覆盖在了其中 于是 琉璃天阳变成了一轮 被闻了深的琉璃天阳 周园有点发猛 这就是琉璃天阳的 变异版本吗 不过 他还能够隐隐地感觉到 琉璃天阳出现了 巨大的变化 那些古老 晦涩的纹路 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那每一道纹路 都仿佛天地初开 时所诞生 充斥着一种 无法言喻的气息 算了 还是感知一下 这新的天阳 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的 元气底韵吧 周园自语 管它变成什么样 最为重要的 还是要看元气底韵 普通的琉璃天阳是四亿 它这纹身的琉璃天阳 总应该变得更强吧 周园心神一动 感应天阳 片刻后 他猛地睁开了眼睛 眼中有着一丝 震惊之意涌现出来 第一千章 天阳镜 山顶上 周园感应神府内悬浮的那一轮 璀璨天阳 片刻后 眼瞳中有着一丝震惊生腾而起 竟然 这么多 在周园的感应中 那一轮有着古老纹路 蔓延的琉璃天阳中 竟是蕴含了足足 七亿两千万的元气星辰 七亿两千万 面对着这种数字 就连早有一些心理准备的周园 都是当场呆滞 这比正常的琉璃天阳 足足多出了三亿两千万 这是什么概念 这比起正常的琉璃天阳 几乎是将近翻倍了 周园心中满是震撼 他原本以为 元气底蕴 能够达到五个亿 就足以让他满意了 可他怎么都没想到 那些神秘物质 所带来的古老纹路 竟然能够让得琉璃天阳 提升到这种程度 这简直就是 碾压其他的琉璃天阳啊 恐怖的天阳镜 周园惊叹不已 在真正的踏入天阳镜后 他才发现 神府镜与天阳镜 究竟是有多大的差距 要知道 在那神府镜后期的时候 每一千万的底蕴 提升都是艰难无比 可这放在天阳镜中 却又变得不值一提 在这天阳镜 元气底蕴 可是要以亿来计算 难怪都说 就算是最普通的天阳镜 都足以让得 神府镜的顶尖天焦 焦头烂额 因为这根本不是 一个层次的对抗 天阳镜强者 就算不使用元术 光凭借着纯粹的元气底蕴 都能够将神府镜压得死死的 周园双目微闭 他感受着体内 那如巨龙般奔勇不休的 强大元气 那所带来的力量 引得他的肉身 都是在微微的振战 这是神府镜难以企及的 元气强度 此时的他 恐怕只是一拳 就能够将之前 未曾突破的他 生生打爆 周园立于山顶 脚掌猛背一跺 体内那磅礴澎湃的 白金元气 便是自脚下喷泊出 直接是轰进了 这座巨大山峰 哄 如龙般的白金元气 冲进山峰 下一瞬间 巨大的山体瞬间崩裂 无数道白金光束 自其中暴射而出 短短数息间 这座巨峰 便是生生地崩裂开来 而且 白金元气 裹挟着一股质阳之气 无数碎石 直接是被瞬间气化 化为虚无 那是元气之中 所掺杂的纯阳之气 质阳无比 能够让得元气威 能更为霸道 一脚踩碎山月 周园立于虚空 忍不住地仰天长笑出生 这种力量 让得他无比的欢喜 终于 踏入天阳镜了 周园脸上 有着难以自知的笑容 天阳镜的实力 如果放在苍玄宗的话 他已经算是 名副其实的长老了 而他知道 这还并非是尽头 当有一天 他再度回到苍玄天 回到苍玄宗的时候 他相信 那个时候 他也将会是 其中的顶尖强者 还有 那圣元老狗 周园眼中有寒光闪烁 对于这个逼得他 逃出苍玄天 并且害得夭夭沉睡的罪魁祸首 他可是没有一日忘怀 总有一日 老狗血债血肠 当周园沉浸于 体内元气的强悍时 身前虚空忽然波动 一道纤细修长的身影 便是踏了出来 突破成功了吗 恭喜 那一头英姿洒爽的 九红色短发 轻轻飘扬 蝎金打量了一下周园 笑道 是琉璃天阳吗 蝎金已经收到了 那赵木神 武瑶 苏又威等人 突破到天阳镜 并且凝炼出 顶级的琉璃天阳的消息 所以他也知道 如今混元天中 也是有着许多的目光 在等着周园的突破 周园文言 倒是迟疑了一下 因为他也搞不明白 他这个纹身天阳 究竟还算不算是琉璃天阳 瞧得周园迟疑 蝎金也是神色异景 难不成莫成琉璃天阳 但也未必 没有这个可能 毕竟从没人说过 突破了神附近极限 就一定成就琉璃天阳 突破之中 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一旦出现意外失败 也是常有的事情 只是周园之前 打败了赵木神 好歹算是 混元天神附近第一人 如果他凝练琉璃天阳失败的话 那无疑会让人看了笑话 见到琪璃那紧张的神色 周园知晓他想歪了 连忙到 琉璃天阳倒是搞了出来 只是 他想了想 也没有多说废话 只是心念一动 白金色浩瀚的元气 如洪流般的席卷而出 隐约间有一轮天阳若隐若现 而其中 有无数星辰闪烁 那股元气微压 隐得虚空 都是剧烈震荡起来 琪璃眸光只是一扫 便是将那元气底蕴 看得通通透透 于是 他那素来冷静的脸颊上 都是有着 一抹震惊之色闪现出来 七亿 琪璃清吸了一口气 死死地盯着周园 周园笑道 准确地说 是七亿两千万 这一刻 饶视琪璃这位法育强者 眼角都是剧烈地抽出了一下 七亿两千万的元气底蕴 固然以他这种层次看来 算不得什么 可如果放在天阳镜初期的话 那简直就是一个无法想象的事情 在他的认知中 似乎从未听说过这种事情 就算是最顶级的琉璃天阳 也只是在四亿到五亿左右徘徊 但从没听说过 超过七亿的 周园这是 折腾了个什么 变态天阳出来 西京揉了揉眼角 以一种古怪的目光盯着周园 这家伙 还真是连他都是看不透 神府进食 搞了一个混沌神府 如今天阳镜 又是折腾了一个 七亿底蕴的琉璃天阳 真是怪物 我现在可真是好奇 等你哪天凝练原因 又会搞出什么花样来 西京调侃道 周园尴尬一笑 其实此次的天阳变化 跟他似乎没太大的关系 主要是源自于夭夭的 那种神秘物质 那赵木神凝练出了琉璃天阳 不过如果他知道 你这琉璃天阳 有七亿元气底蕴的话 恐怕往后 都不想跟你碰面 西京说道 他的眼角带着一些笑意 显然周园的这种变化 也是让得他颇为的欣慰与欢喜 赵木神凝练出琉璃天阳了吗 周园危感压抑 之前在九玉大会 他破坏了赵木神的突破 原本以为会延迟他的突破 没想到这么快就突破成功 而且还是最为顶级的琉璃天阳 这家伙的韧性 也是相当之强啊 不仅是他 武瑶 苏又威 王熙这三人都已经突破成功 凝练出了琉璃天阳 周园点点头 这四人算是混元天神府中的佼佼者 他们有这般成就 并不奇怪 西京打量了一下周园 微微犹豫了一下 嘴角扯出一丝无奈之色 不过 你这闭关 总算是结束了 如果是再持续下去 怕是会有点麻烦 听到此话 周园眼神一宁 发生什么事情了吗